大家好,是Ted 今天晚上帶來的是種族榮耀對抗賽的比賽 今天這場比賽的話 是來到暗夜對陣獸族的一場決勝局的一個比賽 雙方已經打到最後的一個4比4平 然後這一把的話是由雙方隊長復活起來打 其實打種族榮耀對抗賽的話 最好看的就是說 打到最後的這種局面 因為都是拼乾了所有隊友的一個命了 然後最後就是屬於硬碰硬的一個決戰 在前面那個比賽裡面的話 弗蘭斯展現了耐克一般的一個技巧 然後是直接把賽美美給推倒了 好,在比賽開始之前呢 還是給自己的一個淘寶小弟打小告 像我的一個淘寶小弟的話 那個大禮包是非常的超值又好吃 最關是非常非常的賺的 像那個大禮包是下單就送一個金屬之 金屬那個 稱屬 哎呦,你們要打廣告都不行了 那個是一個金屬撐手機的那個支架 說一說吧,是吧 很多朋友說我打那個什麼廣告還不錯 實際上我打廣告真的是弱渣了 我老婆每次聽我打廣告的時候 都忍不住在旁邊各種笑 就以你的口才 你要去玩一個什麼推銷的話 早就被那個老婆給裁了 我想說是吧 平時打打直播的時候 就叫魚玩容易嗎 我 頂多就只能說一波走波魚玩 但是呢 這個效果也就那一般了是吧 好,這一把的話 切克的一個 風格呢 更也是屬於一個打架的是吧 打架風格碰打架風格 所以這一把應該是屬於一個火花系列的 是蠻好看的一場比賽 好,在這的話 回一下微信同學一些留言吧 來自 哎,不對 這個不是微信的 這個是來自優酷的一個留言 來自優酷同學的 別人的浪漫育兒 是這麼說的 那個特短 第一次感激你視頻那麼短 因為我沒有開WIFI看你的一個視頻 看到沒有同學 良心觀眾啊 是吧 咱們視頻做短了 也有人心從感激 並不是每個長視頻 你們都是喜歡的 短視頻 這些同學不但喜歡 而且非常地感激 是吧 好,這裡的話 劍聖士直接出來 賣了個TP 買了個頭髮 這一把切克是不打算用常規的一個AC開局 而用的是一個履練手開局 所以說這一把的話 十有八九能看的一些 非洲的一些打法 其實像這種履練手開局的話 最喜歡也是最擅長的兩個選手 一個是SASSY 還有一個就是MUN 這兩個選手對於履練手開局的一個應用 肯定是比其他的一些選手 會高出很多的一個段位的 這裡DH的話 是直接一把粉一撒 抽了這一個 劍聖一下 劍聖表示整個人都不好了啊 練兩個三級怪 就直接被打成了一個這 現在DH的話 前期必須用履練手開局 他的一個思路就跟AC開局而不一樣 AC開局更多的就是練二 然後去騷擾 用履練手開局的話 就像一個牛皮高耀一樣 要貼著對方不停的去騷擾的 前期履練手打獸族 這個獸族是拿履練手一點辦法都沒的 不過說實話 其他任何種族 面對履練手這種一本 非常強勢的一個兵種的話 基本上都是屬於繞道而行 不到二本 肯定不敢跟你剛一波正面的 現在劍聖是剛才 是吧 發誓自己內心的一個怒吼 對著這個DH就來了一刀 DH表示 你這個有妖膏 跟你拼有點不划算了 說雙方友好的 就說直接走了 你去一個商店 我去一個商店 反正我們都是為了這個鞋而生的 不過DH的話 正面是想幹嘛 他難道想直接過來搶一下劍聖的一個鞋嗎 好 履練手出來了以後 現在是一個二打一的一個局面 劍聖表示你這一個都不提刀的 你看我這個西瓜刀 不追離一條街來看 其實現在對於弗賴來說的話 他只能是偷偷摸摸的練一點小點 其實我最近看很多微信朋友留言嘛 就說 受阻打履練手開局到底該怎麼打好 因為履練手在前期的時候又非常的強勢 你跟他硬碰又感覺不對 最關鍵是你大雞貼個藥膏 履練手直接跑的又比大雞快 直接把藥膏打斷了的話 前期就非常非常難打了 其實我個人覺得啊 打履練手開局的一個暗夜來說 前期你就偷偷摸摸的練點小點就行了 盡量別去偷一個大點 不然的話 履練手他有非常多的一個進攻的一個策略 要嘛就在這兒種一個BP 你看現在 Flight是非常注意這些細節啊 一個大技在加周邊各種去看一下 其實作為一個獸族都吃過暗夜的一個虧 就說暗夜像夢或者是那個殺誰 最喜歡的一個節制就是說三履練 然後在二本的時候正面總三個BP 直接配合二英雄壓制過來的時候 獸族是整個人都會不好的 因為那一波獸族用大技去硬扛BP 加履練手的一個正面的話 是非常非常難打的 好現在的話 履練手配合DH是準備過來壓制一下 Flight家裡的一個建筑 而對於Flight來說的話 現在就只能去雙方兌換一下 這一個農民了 誒這個精靈是剛好被砍死了 一個履練手在加血防 你告訴我 這一個劍聖看到履練手是什麼感覺 什麼感覺都沒有啊 看到你就由於看了一本移動的一個經驗書 雙方其實這一波的一個患家來說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誤開吧 畢竟你這面暗夜想拆一個商店也是不現實的 想打死農民也是不現實的 除了非常非常的友好的 這面大技應該是忍不住了 準備過來摸一下這一個DH或者履練手 正面來說的話 這裡劍聖的一個發揮空間就會比對方更好一些了 不過劍聖線是沒有難的 這裡切個是二發的一個KOG 看得出來這一把切個也是有想法的 一旦KOG出來了以後 正面劍聖要沒難的話 一個纏繞他就直接要懷孕了呀 好這裡精靈也是盡可能在拖一個時間 DH也是在這瘋狂的拆一下正面的一個商店 四個大技是直接過來把這個DH打成一個半血 但是呢 弗萊現在也是看到這個技能是亮著的 他現在也是不確定對面是二發的什麼 但十有八九的話 這個二發心裡也是直接能拆到是一個KOG啊 你畢竟你這個暗眼二發的英雄 你不可能吹個白虎打一個什麼 瘦鼠吧 好這裡剛才有一個細節 這裡精靈是直接炸了一下這個劍聖 劍聖線是沒有難的 然後大部隊又回來了呀 直接又一抽 這一個劍聖十有八九也是要倒了 弗萊原來在08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過日常了嗎 這裡的一個劍聖線是走位走得非常的飄 只要KOG上面表示手有點短了 邊場莫及 如果這個時候他的一個搭檔是一個白虎的話 我覺得他十有八九真的是能把這個劍聖給打死 哎呀 原來08年的時候弗萊的一個劍聖線還是非常的耐打的呀 至少不會隨隨便的輕易的就去死了 雖然說最近看弗萊的那個採訪 弗萊就說 老那個老粉就採訪那個弗萊嘛 就說你那麼喜歡死那個劍聖線是為什麼呢 結果弗萊找了一個跟我差不多的一個理由 他說為了節目的一個效果 大家看著死英雄過日常 這個節目才能達到一個高潮 哼我真的想說 菲菲你要不要這樣啊 我的口頭殘都被你給學過去了 好現在的話 雙方進入了一個互相練集的一個空間 作為KOG而發的話 對方只要是小歪來 阻擋你的一個騷擾也是非常的簡單的 畢竟你說中期的時候 你這邊三個女的手面對對方小歪 這一個直接強殺英雄你還是有點剛不住的 KOG是直接帶了小女人 然後一個綠皮 準備去抓一波這個獸主 我覺得這一波抓獸主的話 你別告訴我 你等會你是豆腐主擦屁股 倒貼了那麼一坨呀 好現在的話 大步的贏壓過來了 DH往前面一剛 現在這一波是直接瞄準的射狼奇 不過你這個瞄準狼奇 人家瞄準的是你DH啊 這裡DH直接被打成了一個殘血 然後什麼事情都還沒幹 就直接套出了一個TP 這一波真的是有點虧 死了一個小逆人 然後是被打出一個TP 只換了一個狼奇 我就說嘛 你這麼信置匆匆的去找人家拼命 很容易就是直接是 是吧 什麼都還沒賺到 就直接被給搞死了 現在對於切克來說的話 它是三本是生好了 就看看這一把三本是有兩種選擇的 一個是三本爆小路 然後帶一個毒球 這樣打消耗戰的話也是非常不錯的 另外一個呢就是常規的雙臂而攀熊那種打法的 就是用熊的話就是以前說爆熊打壽主叫甜鴨流 其實我一直沒搞什麼甜鴨流是啥意思 然後後面我是懂了 是吧北京烤鴨不是要給那個鴨肚子裡面逛很多那個湯嗎 是吧為了讓鴨子來的更那個是吧味道更多一點了 但是呢科多這個東西一打死多了以後那個鴨子就直接往邊蹦了呀 好現在的話 弗萊斯準備直接找這個切克打一波 這裡小歪的話也是往這邊再走 現在瞄準的雙方的一個部隊我感覺現在切克的話是沒有辦法留得住對方的一個邊啊 KOG只能是被打到後面去了 畢竟健身要追你KOG還是非常的簡單的 這樣的話小路一旦死了以後 暗夜這邊的一個操作空間就是非常的小了 好KOG是升了一個二級 不過健身這裡是依靠血瓶 然後剛才的一個小歪的一個面可以強秒一下這個KOG 好KOG一身倒地以後剩下的就是被瘦數給操作了呀 狼奇這邊一到的話 這裡切克有點尷尬了 這裡是又被圍殺 然後又被網了一個 剛才就說嘛 你是一個暴力啊 你熱血啊 這麼去跟弗賴打正面的話很容易就出事了 因為弗賴對於四大級一狼奇雙雄那個操作的時候 只能說獸組裡面他絕對是No.1的 其實當年像我用UD打弗賴的時候 打所有獸組的時候 我最不敢二本硬碰硬的就是打弗賴了 因為弗賴的二本操作是非常非常細的 像0.0來評價的話也是這樣說 所有的一個獸組弗賴的二本操作是非常非常精細 的一個操作的 好這裡的話 弗賴是賺了一些便宜以後直接非常穩妥的 練在家裡的一個商店 只要小偉到達一個三級 就有機會跟對方來一個正面了 而切克這裡是越打越急啊 畢竟你說用熊路打一個獸組的話 不能讓小偉那麼順暢的練到三 最後還是這一把這弗賴還是丟了一個風況的 其實一般來說的話 獸組打暗夜很自信的要丟一個二本的一個風況的話 肯定是想好了這一把 我有信心在正面的一個操作碾壓掉你 然後呢開著一個礦 只要我們雙方打成一個55開 你沒有部隊來打我的一個風況的話 我就能佔得你一個優勢 這裡的話弗賴又是打了一個金屁梅 你說弗賴最近也是獵不在家到處去大寶劍 只是金屁梅也看了你沒地方死啊 這個有點不科學的 好現在的話對於切克來說的話 只能是默默的去練一下級了 對方的英雄已經到達了一個33 而自己的英雄是屬於剛到二級的一個經驗 而且熊的一個數量是非常的少的 其實別看這個熊是非常的威武 但是熊的一個數量一旦成不了形的話 打獸組很尷尬的一面是這樣的 獸組可以利用客多吃一下這個熊 然後呢只要你這麼沒有小路 這個小歪的一個便也可以先制下這個熊的 所以對於這裡暗炎來說的話 他只能爆非常多的一個熊 才有機會跟對方來一波正面的一個操作 好這裡的話小歪是去商店買了一個TP 然後買了一個群補 現在弗賴的一個正面的一個能力 會比對方強很多的 這裡來說的話雙礦已經開始運作了 雙礦的一個獸組 這個打哪個組都是非常非常的屌的 其實這年頭我真的覺得雙礦最弱的應該是暗夜 然後最強的話應該是UD的 但是呢像獸組這個點開礦的話 就等於說他二本本來就是個強勢器 然後遇到你這種部隊 他想跟你打的時候就跟你打 不跟你打就來一個幻家 現在的話切克斯把所有的一個精靈也是拉出來了 這一波是準備找弗蘭來一個決戰 但是呢看一下弗蘭什麼去處理這一波 其實這一波打決戰有精靈在的話 還真的是不好說 最好的一個方法呢就是換加 因為換加對於暗夜來說的話 他只有一個礦 而且比拆基地的一個速度的話 有狼奇的這方 肯定還是有更多的一個優勢的 現在切克的話是沒有一個TP 也是沒有辦法回家救的呀 現在雙方的一個部隊 已經打成一個換加的一個局了 現在對於弗蘭的話簡直就是笑話哈哈呀 你要拆我家 哎可以呀我沒有分礦 拆完你的一個三級基地以後 我把你所有的建筑慢慢的殘死掉 也可以拿下這場比賽的一個勝利了 KLG的話是買了一個TP 封城不服的 趕到這名的一個熊的一個陣營上 好一個TP掏出來 但是呢弗蘭的一個輸出也是非常的高 直接把三級的老家給打爆了呀 這350塊錢直接是浪費了 這輩子這個TP 公司就用不出來了 好現在的話切克斯被迫的 打成了一個換加的一個局面了 其實這麼來換加的話 弗蘭是非常的開心 先把你家裡的所有東西給拆完 然後再找機會跟你打一波正面 並現在對於切克來說 他只有一個KOG可以留人 而對於弗蘭來說的話 他狼奇數量是非常的多 所以想打就打 而且打這種局的時候 一旦找到你沒有英雄 沒有無敵的英雄強殺英雄的話 你英雄死了一個 你也可以說要game over了 現在對於切克來說的話 他心裡肯定是不知道 對方弗蘭是有一個瘋狂的 所以現在對於弗蘭來說的話 他可以慢慢的來 先把你家裡拆完了以後再說 現在切克外面就剩一個BR了 而精靈的話是已經是大頭王 現在這一幕的話 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其實別看獸主打夜能打成這種跑家 在當年Moon打那個Gurby 或是打Lin的時候 機戰會看到熊路的這方 然後直接是把獸主的一個基地給拍掉了 不過唯一有點不同的就是說 弗蘭這一把是很早 二門就直接開了一個礦了 好現在的話 這裡瘦數是直接把艾姨的基地給踏平了以後 現在雙方的一個人口的話 弗蘭是五身口 而切克這邊的話也應該是一個五身口 基金砰硬是有點困難的 唯一要幹的事情呢 就是說找好對方的一個走迴失誤 然後一波直接把他給A死了就差不多了 好現在的話 切克是在遙遠的一個西邊造了一個商店 而這一個BR的話也是被看到了 好現在對於切克來說的話 唯一的一點機會就是利用 誒這裡是偷了一個生命之樹啊 誒有生命之樹的話 對方是看不到這個建筑顯形的 所以現在對於切克來說的話 好像還可以玩這個遊戲 六個熊一個掠手 而對於弗蘭來說的話是三個狼奇 六個大雞一個科多一個白牛 其實這個白牛可以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 一會兒 KOG一殘的話 他這邊可以直接來一個驅散的 不過弗蘭是不打算跟對方換家了 直接背靠商店 準備來守一波了 現在弗蘭是有錢 然後可以去買各種的一個道具 現在切克是三個精靈在旁邊 現在切克是把這裡拆完了以後 心裡肯定在想 外面可能會有一個風況 所以說把所有的一個部隊 也是直接準備北上 開始拿一波正面了 弗蘭這裡的話是雙三個群伯 這裡就屬於一本兵 要槓人家三本兵了 雙方看一下 打決戰的一個陣型的一個走位 DH先上去賣一下 這裡的話 弗蘭是瞄準這個DH 就是一陣海砍猛敲 好 現在精靈在後面去炸一下 現在熊的話也是派得非常快的 熊派這個狼奇 是有攻擊力加成的 這一吼 太屌了 我覺得這一波的話 還真的不好說 所有的大忌都是圍著這個DH在砍 這裡 熊是一個法朗環童 夾在DH的一個身上 只要這個弗蘭失誤了 要死一個英雄的話 我覺得這一把的話 這個切克還是有機會達成一個翻盤的 現在雙方 這裡大忌鋼熊 這一幕真的是非常的帥的 群補一絲 你作弊啊 說好的 我們硬碰硬了 你這個還用道具跟我們打 切克的一個熊已經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就剩最後三頭熊了 而現在這個健身的話 還是可以安逸的輸出 不過呢 小歪的一個藍已經是沒有了 所以雙方打這種殘局的一個比拼的話 就看誰能鋼到最後了 群補一絲 正面DH的一個血量是非常的低啊 就剩一個血片 血片趕緊嗑了 好 往下面一跑 不過現在4級的一個DH 跟一個 4級的一個健身 跟一個3級的DH 雙方的一個差距就明顯看得出來了啊 健身這個東西 就是個高級版的一個大忌 只要大忌手起刀落 拿掉了這個DH的人頭以後 切克是打出了一個GG 這一把的話 弗蘭贏是贏在哪兒了 我個人覺得啊 弗蘭贏在 就是反那個反抓MF的時候 是處理的非常的好 然後在野外的一個 540人口的一個操作的時候 那一波是直接把切給操作傷了 其實按照平常的一個道理來說的話 暗影三本的時候有小路在 然後有KOG在 是非常好操作一個受阻的 而弗蘭的一個進攻順序 是非常的明確 先把KOG打跑了 然後再殺小路 小路一沒有的話 正面狼奇出了一個 就可以直接留一個暗影的一個邊兒 然後那一波是直接把切克摁在家裡以後 本來應該是雙方等級是平著走的 但是那一波打完了以後 弗蘭的一個英雄等級 直接是剩到了一個3-3 而對於切克來說 2-2去打3-3 你就算純熊打的話 也是不太進步的 然後弗蘭 在面對切克這個破斧神中一波流的時候 是非常選擇機智的換了一波加 直接把切克大本營全部給一波先倒了以後 仗著自己有況在三群補 最後是利用一本邊兒 剛贏了三本邊兒 然後拿下了獸主打營業的一個比賽 最後5-4 獸主贏了營業了 好 今天的一個種族對抗賽的話 就解釋到這兒 在下一期的一個種族對抗賽裡面 是由UD對抗忍主 也是 我也不說了 當年據說種族對抗賽的時候 是吧 有一位選手是把某一個種族給穿的 而這個選手是誰呢 這波逼給幾分 好 那個今天視頻就到這兒了 還是期待下期視頻吧 在結束同時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個淘寶店 吃貨特典 淘寶的看目 歡迎同學光臨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我們下期視頻見 同學拜拜 大家好 是Ted 接下來是種族主要對抗賽的這場比賽 今天這場比賽的話 是來到了Fly對抗賽的一個比賽 Fly的話是作為獸主最後一個隊長復活名額 然後對抗手感特別特別熱的一個賽 在前面那個比賽裡面的話 賽是展現了各種打獸主的一個技巧 然後Fly對於賽來說 兩個都是一個前隊友 因為他們倆都是屬於hiker出來的 然後到後面的話 那個賽是去了WMV 然後Fly是去了Mouse 然後你可以看到從對話裡面 就可以看到雙方的一個感情 這個已經超越普通的一個機友之情了 然後這裡什麼又是菲菲哥哥 然後這裡又是賽美眉 然後來抱抱來摸摸 哎呦 我去看到這個聊天就我整個人都不好了 其實真的 當年我不說 就那個魔術圈裡面有這幾對集友 我是非常非常機的 一個是Fly跟賽 其實這兩個的話 就你們看到現在我跟Fly的關係是非常的機 但是當年的時候 其實我跟Fly是屬於一個競爭的一個對手 當年的話我們 魔獸界是風為了幾大的一個格局 北方有WMV 南方有WE 然後那個西方 這個思想西方嗎 西方有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TR啊 還是什麼MOS 反正就是 分了幾大的一個格局 但是呢 當時候我們的一個關係 就是屬於每個地方的一個關係 都是有點不一樣的 只能說地域問題 然後導致關係是比較的機的 好在比賽開始前呢 還是給自己的一個淘寶小店打小公告 現在的話 給我的一個外設店打的小公告吧 很多朋友就在說 TED你上次推薦的一個鼠標 我沒有聽清 好你現在能不能再推薦一次 行 這個好說得很 手大的同學呢 就推薦用木馬人的一個鼠標 手小的一個同學呢 就可以用一個Erik這個鼠標 很多朋友就說嘛 鼠標的一個區別到底在哪兒 它是不是就跟外形有關 其實呢 我用了那麼多的那個鼠標 良心說啊 更多的就在於你手的一個大小中的一個東西 好說到那個鼠標嘛 我們來順便給天王打廣告吧 天王那個態度的那個鼠標 是屬於偏中到大的一個手的 像小手的話 用起來還是非常的不習慣的 因為那個鼠標的一個模型我是摸過 然後呢 它那個鼠標在10月份以後 就會有一個發售的一個東西了 到時大家可以直接去天王那購買 然後那麼就說嘛 你的外設店會不會賣這個東西 哎 是吧 到時啊跟天王談一下 可不可以來點折中折 然後從他那買過來 然後驚一下貨 然後再賣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節制也是可以的 好前進的話 雙方的一個鏈擊 弗奈斯練完加門口的兩個三級關以後 直接抓這個商店 這是屬於雙方對於對方的一個走位 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賽在前面的一個比賽裡面 打那個或還是打誰的 受數的時候在MV上也是這樣偷擊的 所以說 弗奈斯看過之前那個比賽以後 也是知道賽的一個鏈擊路線 直接前期打掉了賽的一個TP以後 弗奈斯這邊算是一個大賺 暗夜一旦沒有TP 在中期的時候 一旦有失誤 死了一個英雄 那麼他就可以說game over了 而且在暗夜他前期的時候 損失掉TP 中期買獸王的那一波壓制 他也不會壓得很兇 平時你看著暗夜 不要命的去猜一個BE猜一個BS 其實更多的就仗著自己有個TP 想走就走 攔都攔不住 好正面的話 賽斯直接打TP以後 回家是練了一個三級怪 然後到達一個二級 而弗奈斯的話也是順勢打 打掉了一個商店 其實現在雙方的一個戰略戰術 就是有一點變化了 弗奈前期的一個開局 他是先基地 然後擺商店 最後再補的一個幣 所以說他前期的一個大技是非常的少 其實他這種跳科技的話 就是以燒的為主的 而前面的一波燒的的話 是剛好瞌睡碰到枕頭 是燒的非常非常的準的 看一下賽這邊 賽這邊的話他科技是比較慢 畢竟賽是以穩健組成的 穩健賽在當年我們圈內 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這邊弗奈二奔好了以後 可以第一時間放下B跟BS 不過賽這邊的DHS剛好趕到了 沒有TP 咱們沒有傳送是吧 任何的一個道具 我們也是可以整場飛的 好說到這兒的話 真的想說那句話 偷機技術哪家強 廣西請找陸為良 你沒一個健身 跑到這邊 顧文兵營地來買了一個黃綠皮 直接把這一個大點給收掉了以後 這邊是應該練完了 可以快到一個三級 是非常非常的屌了 其實這一把的話 弗奈在前期的時候 用心理戰用的是非常的多的 不過這面的話 是面對DH加AC燒倒 還是要死一個大技的 其實這一波 你要說雙方哪個更虧一點 我感覺都差不多 知道為什麼嗎 別看獸豬是偷了一個大點 但是這裡是死了一個大技以後 導致他這二本建築放不下來 就等於說什麼 他本來的一個計劃 是二本就升得特別的快 然後二本建築是特別快 特別擺下來 然後就直接可以轉型為二本的邊 去打一波壓制的一個時間差 但是呢 這面賽斯利用兩個英雄 直接在家裡來騷擾 然後讓他這一個二本的一個建築 完全完全擺不下來 其實變相的來說的話 弗賴的一個束刻技 就一點意義都沒了 好這個B1擺在外面以後 兩個豬配合兩個英雄 只能是被迫取消一下 看正面的一個情況 賽加里斯直接剩著一個三門 BW是開始在造了 其實現在對於賽來說 就有一個主動權的一個優勢了 畢竟你這邊用束刻機的一個打法來說的話 你等會兒鏈擊效率 肯定會比對方暗夜慢很多的 最快是打到現在的位置 BS在沒放 其實弗賴也是小看了賽 這一個騷擾的一個能力 其實有的時候賽他沒有TP 會打得更爽一點 而不是像這一把打得那麼兇 這裡的話 弗賴是想追一下這個DH DH人家也是有鞋的 側面來說 獸王配合豬 想拆這個BS的話 還是非常的輕鬆的 現在弗賴的話就有點尷尬了 二本建築遲遲擺不下來 很容易就怕對方三本 一波鳥的吹風好了 直接把弗賴給壓死了 現在牛哥是只能配合龜兵營地的 別人來強行練一下 三一這種小點 不過你覺得賽會讓你練級嗎 不拆爆你這個BS 他都不好意思說 他是一個暗夜的 那麼走過來 這個豬又是瞄準好了這個BS 如果這個BS拆了的話 弗賴會在很長的時間內 造不出一個白牛的 不過看現在這個情況 DH已經被健身改回家了 不過證明是有一個傳送啊 我覺得傳送到前線的話 這個BS還是有機會給他打掉的 因為這裡來說 還需要30秒的一個介紹時間 才能建好 這裡黃皮一區 不過這兩個英雄的一個輸出 真的是非常的誇張的 野怪剛才也是不嫌寂寞 過來補了一刀 只能說這一波壓制 真的是壓制得非常非常準確的 暗夜這邊的話 三本已經快好了 但是弗賴這邊 二本的一個BS 還是沒有開始造好 這對於弗賴來說的話 法師的一個部隊 就會慢很多了 等會打一第一波團的時候 有一個情況就出現 就正面的一個白牛沒有驅散 然後只有靈魂練 面對對方的一個大世界的鳥德 劍聖就永遠在天上飛著 好現在的話 賽斯這一波開開心心的 燒爪完了以後 可以直接回家喝水 然後利用鳥德過去練一下級 其實現在對於賽來說 他就多了一分半的一個時間 可以去練級或者是去一個壓制 而弗賴的話 現在只能被動的 然後去偷偷一個點 像打吹風的話 關鍵還是需要牛哥到三 牛哥不倒三 像之前的一些 暗夜打瘦珠的一個比賽裡面 大家也是看到了 二級牛對於鳥德的一個限制 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現在賽斯想練一下公民練 但是突然一下發現 哎 B2走怪了 我的點怎麼沒了 他現在是終於後知後覺 發現情況有點不對了 後來正面的話 是直接想打一下技能輸 不過無所謂 打不到技能輸 我們練兩個點 也是可以到達一個三級的 現在賽的一個練級的一個點 就被壓縮的特別小了 野外大多數的一個點 弗賴都可以直接掌握在自己的一個手裡 像這裡的話 賽斯只能練練生小點 就屬於殘渣聖根 好 DH是帶球了以後 準備去外面 看他是要準備去壓制呢 還是去練波及 現在對於賽來說 沒有TP是不敢貿然的一個進攻的 畢竟你這邊沒有TP 只有一次的一個機會 而對方受阻的話 有一個加速點頭 他就等於說多了一次的一個機會了 好 DH這邊是把怪給勾出來 現在弗賴來說的話 他也是不敢練一下自己周邊那個點呢 畢竟你練自己加周邊那個點的話 一旦被賽給抓住了 這個就肯定是不好說了 你這邊沒有白牛沒有驅散 流一個邊 你肯定就要死一個邊了 現在雙方就是 開始打一個心理戰了呀 賽這邊的話 是想著練你加周邊的點 如果你在加周邊 我就順勢把你給練了 而弗賴現在的想法呢 就是趕緊的比賽遠點 有多遠就走多遠 畢竟現在打一波正面的話 沒有白牛的一個部隊打鳥的 還是非常非常吃虧了 現在這一波 雙方換完一個等級以後 牛哥已經順利的升到一個三級 這一本骷髏樹的話 打暗夜的一個吹風 其實還算是比較好的 打野外戰 暗夜肯定一般不會 那個配一個精靈在身邊護航的 所以有的時候 骷髏樹一甩出來 暗夜這邊十有八九 會來一個TP的 好現在雙方的一個 部隊的話 又是回到戰場中間 這裡賽斯直接去商店 準備購下物 重生這種東西 拿來真的是 什麼用都沒有 還不如賣了 換個無敵 加一個群補 還來的實在一點了 現在是王室買了個群補 現在對於雙方來說的話 賽斯必須要進攻的 再不進攻 獸鼠 把他的一個 追攻期度過了以後 跟這個暗夜打正面的話 暗夜就等於說 中期的那一波 騷擾個壓制 就往往前面的一個白費了 現在弗萊的話 是打對點兄的 農民一下 拉過來了 就意味著啥 練完這個點 他要順勢開個礦了 對於賽來說的話 去練一下商店的一個點 其實現在就是為了 多買一下群補跟一個無敵 但這一個點的話 好像沒有群補賣了 弗萊的一個建設也 沒有無敵賣了 弗萊是買了一個無敵 現在雙方來說的話 賽斯這邊只有一個無敵 只要弗萊不放二 就對著英雄砍直接 先把他打回去再說 現在這個農民的話 也是準備丟一個基地了 賽斯繞了一個彎 過來準備壓制一下 這一個弗萊 其實這一波 如果賽的一個真心好的話 弗萊還是滿難打的 只有一個專家基地給個白牛 加完靈魂鏈子的話 頂多就只能驅殺兩次 而這個BS的話 又是擺在一個外面的 看一下這一波弗萊要怎麼去處理一下 這裡先往下跌去 但是呢 弗萊也是自然 只要能把你英雄給逼跑 這一波就能守下來 所以他衝一波也是直接往四個王上衝的 直接利用王 好這一波的話 什麼都沒虧 直接是把賽給打TP了 賽這一波也是沒有想到 弗萊是有點剛啊 這一把是學了一個奈克 現在奈克打這種局的時候 就經常看到你沒有無敵的英雄 我就直接搞你就行了 再來的話 弗萊是直接選擇了一個爆人口 哎呀爆人口 只要是起來了 我感覺賽這邊也得跟著爆了 不然賽這裡質疑五神口壓到底的話 弗萊等會兒六神口到七神口的時候 打一波團戰 弗萊繼續可以利用剛才那種技巧 就是A0英雄頂著無敵 七秒鐘的一個輸出打出來了 暗夜這邊還是有點剛不住的 現在的話賽是準備練一下左上角 好其實像MV這種地圖的話 不打到最後 你都不知道誰能贏誰能輸的 像之前賽打令的時候 當時就是屬於賽斯非常大的優勢 但是死活被令給跑家快跑死了 但最後又神奇般的來了一個翻盤 好這的話賽斯直接在左上角丟起了一個分框 這裡雙關來說的話 都是準備開框打一個後期 但是呢我覺得賽這一把是屬於偷框 而弗萊的話是屬於站在臉上開一個框 現在弗萊的話準備把這個533給練完了以後 順勢壓上去 這裡雙方應該是要打一波小團戰了 這裡大規模的一個部隊是很和諧的走過去了 你敢信鳥的這裡啥都沒操作 直接走到獸族的一個攻擊的一個範圍裡面了 這裡骷髏蘇一甩賽這裡的話是簡直 邊是沒辦法跟對方比的 所以直接套出了一個TP 這又是對於弗萊來說的話是非常的賺 還沒有開打就直接把對方給逼出TP了 但是弗萊這裡的話是有點小心的 沒有往上面走 這個框十有八角就會這麼偷出來了 有的時候這真的是一個伏筆 像打盧斯的時候很多時候就說嘛 什麼一血伏筆二血伏筆 而現在這一把的話有可能是一個分框偷框的一個伏筆 好現在賽來說的話他已經沒有點可以練了 野外的一個世界已經完全不屬於他了 如果他要執意練這個山石頭人的話 我只想說你贏了 哪了得練這種石頭人 你真的是屬於有力使不出來 而對於弗萊來說的話 像這外面的一個野外的一個點的話 他隨時隨地想練就練 現在的話賽斯也不打算練點了 直接想去壓這一波 其實他現在是想騙弗萊給弗萊的一個幻覺 就是說我現在沒有開框是有點著急 但實際上這一波礦的話就在拖延一個時間 這真的是很符合賽打獸族的一個風格跟一個習慣 其實你一旦看到賽要質疑的去壓制你 或是質疑的要去送TP的話 十右八角都是要偷礦了 現在對於弗萊來說的話 人口已經爆到了69地人口 這裡混變的一個部隊的話 大家看到以綠皮在後排跟白流為主的 其實在當年那個時代的時候 是有一個業餘的一個獸族 發現了一個就是說 那個僱用命運地的綠皮 打這個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快 他變相的比這個狼奇的輸出還要高很多的 好賽這一波的話又是準備過來 獸王又是暴露在這個所有的火力道中 直接劍身頂起了一個無敵 瞬間把這個獸王給打TP了 我正想說弗萊現在他的一個劍戰無敵 並不是保命的 只是為了保證7秒的一個輸出 能輸出的更安逸一些 好現在的話弗萊雙框已經好了 雙框的一個收束 現在還沒有任何的一個損失 等會兒要爆到80個的話 我覺得暗影這個部隊就真的是 有點像一坨豆腐 而弗萊的話他的一個部隊 就像一個坦克一樣 坦克你呀豆腐 那感覺簡直是AD版就可以搞定了 弗萊的話現在還是有點秋文 雙框好了以後也不急著去找對方剛一波 其實現在對於賽來說的話 他是有一個瘋狂在罩的 所以他只要拖得住雙框打雙框 暗影還是可以打的 畢竟這個鳥的兩個才270 瘦數的一個邊的話基本上就快200了 現在雙方開始準備在野外拿一波進攻了 現在賽是以一個進攻方來打下這個瘋狂 剛才打TP了那麼多波 所以現在的話 賽也是非常注意英雄的一個走位了 瘋狂再也不敢冒然的前進了 現在他估計是已經把對手弗萊 當成了賴克來打了 兩個精力龍往天上一遍地面的一個部隊的話 先把劉哥給吹起來 不過弗萊這一波是直接要切這個鳥的 而不是切這個瘋狂了 這又是萬萬沒想到是吧 這一波成功的把賽給打TP以後 賽就等於說在決戰之前已經用了4本TP了 4本TP畫這鳥頭的話差不多已經有多少個了 有11頓的一個鳥頭了 是非常非常的誇張了 好現在弗萊是大軍直接往這一個瘋狂壓過去 這裡真的想說賽有點郁門啊 礦剛開好成本還沒有踩出來 然後面對狼騎這種混變的一個部隊的話 只能被迫一戰了 現在賽是直接往瘋狂這邊在救 現在健身的話也是裝備非常的齊全的 弗萊這一波76的人口真的是非常的剛的 直接瞄準這一個DH 幹的就是你的一個英雄 來這一個衝擊波的話是直 衝了一下這一個DH 直接把DH的一個無敵給衝出來了 現在狼騎在後面切這個鳥的 可以看到打決戰的這一波的時候 已經是兵力不成形的呀 後面的這些穿水單位 打這個鳥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快的 可以看到鳥的只要是打獸竹打到超大後續的時候 獸竹的一個輸出能直接碾壓掉 暗夜的一個輸出的話 就打團簡直就是一個一邊倒了 所以暗夜打獸竹的話 更多的就在於50伸口打60伸口 千萬不能讓獸竹過一個70伸口 因為獸竹一旦過了70伸口 你會發現他的一個輸出爆發是特別特別誇張了 好這一把的話 弗萊是展現了他男人的剛猛的一面 果然面對賽美眉的時候 他下手還是非常的重的 直接把賽給推倒了 賽這一把的話也是輸的有點 不能叫鬱悶 輸的有點意外 因為他根本沒想到 弗萊的一個打法變化是那麼的快 其實弗萊當年打暗夜的話 更多的是玩一個戰術 而不是像賴克似的打法 就是對著英雄幹 而這一把賽剛好吃了這個虧 不過獸竹打暗夜的一個比賽裡面的話 那個賽差不多把所有的獸竹給帶走了 所以說輸到最後隊長的一個分上也不虧 好最後一把的話是由切克以隊長身份 復活來對陣一個Fly 所以說最後一場是一個決勝局 對於我們當時在歐畢人來說的話 好就是一直思想暗夜趕緊的把售署給拿下 這樣的話我們還有機會獲得是 就是不墊底的那個名次 好今天的這張比賽的話就為大家介紹到這兒 希望大家喜歡 在結尾的同時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一個淘寶店 吃貨特點淘寶的喊夢 歡迎同學光臨 你們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同學們拜拜